在某个毫无防备的时刻 一位突袭的陌生人把你带到兴奋剂检查站 让你随机挑选一个尿杯 然后跟同性别的尿检官一起进入卫生间 你要把裤子脱到膝盖以下 把上衣先到胸部以上 再撸起袖子 在他的注视下采集尿样 最后分装接受检查 这不是幻想 而是每一位世界顶级的运动员都经历过的真实场面 为什么兴奋剂检测这么严 如何判断运动员有没有服用兴奋剂 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列出的清单中 共有11类禁用物质和3类禁用方法 根据2018年的报告 其中最泛滥的禁药是醋蛋白合成类固醇 它能代替身体中分泌的高酮 激活细胞中的雄激素受体 让身体中的部分细胞增加蛋白质产量 合成更多细胞 让你肌肉发达 获得敏捷和力量属性的加成 在这项研究中 服用类固醇的举重运动员 在十周的训练中 比没吃药的运动员多长了4.2千克肌肉 他们的蹲取成绩提升了38% 已经比不吃药运动员高出一个档次了 除了类固醇外 人类生长激素等禁药也能提升肌肉量 根据2010年的研究 它能让运动员在百米短跑中的冲刺速度提升4% 而在里约奥运会的男子百米决赛中 冠军博尔特领先最后一名的幅度也只有2.5%而已 不过由于未经正规研究 许多兴奋剂的作用其实并不明确 比如醋红细胞生成素 简称EPO 就是一种常见的血液兴奋剂 它能增加体内血红细胞的含量 让身体给肌肉输送更多的氧气 提高运动员的耐力 这在长跑 游泳 或自行车等项目中至关重要 但柳叶刀在2017年发布的这项研究却显示 EPO虽然提高了运动员的血红细胞浓度 和在实验室中能承受的最大运动量 但在总长130多公里的公路自行车赛中 它却根本没有提升作用 而正是因为EPO 连续七年蝉联还法冠军的自行车手 阿姆斯特朗 才身败名利 荣誉归零 并终身进赛 不知道他看到这篇论文后心情如何 总而言之 至少运动员们相信 兴奋剂能让平庸的运动员 突破天赋的障碍 让顶尖运动员战胜更顶尖的对手 所以哪怕会无臭万年 伤害身心 也总有人愿意铤而走险 这正是兴奋剂检测如此严格的原因 那么如何判断运动员 有没有服用兴奋剂呢 兴奋剂的检测方式 一般以尿茧为主 以血茧作为补充 无论在场内场外 运动员们都可能随时遭遇突袭 在采集至少90毫升尿样后 运动员需要在兴奋剂检察官的监督之下 将至少30毫升尿样倒入A瓶 60毫升尿样倒入B瓶 然后亲手封装好 检察官会对剩余尿样做尿比重测定 只要符合要求 这些样品就会被送进经过认证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 其中A瓶用于分析 B瓶则冷藏保存备用 在实验室中 检测人员会根据具体项目 检测A瓶样品中是否含有违禁物质 如果检测呈阳性 那还需要打开B瓶再做一次检测 在某些项目或赛事中 反兴奋剂机构还会对运动员做血茧 或血尿酮碱 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尿茧难以查出的禁药 但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总有服药的运动员能够逃过检测 所以许多赛事要求样品要保存多年以备检查 比如2016年 国际举重联合会就在针对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复查中发现 有15名举重运动员的药检结果呈阳性 其中还包括数位金牌获得者 但这还不够 如果运动员间断服药或低剂量服药 仍然很难被检出 所以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近年来又力推了一项新技术 运动员生物护照 生物护照分为两个模块 血液模块和肋固醇模块 无论是否呈阳性 运动员每一次检测的血液和肋固醇指标 都会被寄入护照 哪怕兴奋剂可以在短时间内代谢完 但它对身体的影响也是长期的 所以一旦指标有异常波动 就说明运动员很可能服用了禁药 比如高酮本身就是人体分泌的激素之一 所以高酮之际很难检测 而生物护照的肋固醇模块中 一个重要监测指标是高酮和表高酮的比值 也就是T1比 虽然不同人的T1比差别较大 但个体的T1比相对稳定 如果运动员的T1比出现明显变化 那就说明他很可能服用了高酮之际 也就是说 即使没有直接检测到兴奋剂 生物护照也可以通过生物指标的纵向对比分析 间接判断运动员是否为禁 伦敦奥运会男子50公里竞走的冠军谢尔盖 就是因为生物护照出了问题 而被剥夺金牌 从伦理上来看 反兴奋剂不光是为了竞赛公平 更是要维护体育运动本身所传达的价值观 诚实努力和健康 它们是所有人都珍视的精神 但这并不意味 所有人都认同现行的反兴奋剂规则 毕竟再高明的检测技术 也不可能在新型兴奋剂之前出现 所以诚实的运动员总是吃亏的那一方 因此也有人提出 让所有运动员都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下 放开吃药 把身体机能发挥至极限 或许反倒是更公平的做法 既然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那就干脆贯彻到底 所以在适合这种自然的制度 影响在是否判断的效果 感谢您的支持